好家伙地铁跑酷联动奥特曼都上个热烧了 就这架势 估计是联动了一些奥特曼的相关道具 但是与此同时 我收到粉丝的私信 说地铁跑酷联动奥特曼一定抄袭了这款游戏 我理吧 这种十年前发行的跑酷游戏 能干出抄袭的是啥游戏 乐雪奥特超能跑酷 官方正版授学3400个评分 4.1的评价 实地已经写在脸上了 看看这一票五年前的评价 绝对的通杀 找不到一条差评 这16年发行 到现在怎么也七年之久了 这谁能不好奇 比这地铁跑酷更早上七年 就跟奥特曼勾结的游戏 咱们多得不说 小张一点直接进入游戏 奥特曼跑酷这题材就很他妈的浮夸 怪兽不打 在这里躲小火车 玩法跟传统的跑酷玩法一样 通过滑动屏幕躲避障碍 说实话 动作画面还是挺流畅的 但是多少让我对奥特曼的形象有点颠覆 开局看广告 让奥特曼获得8秒的飞行能力 我寻思 我这看不看有差吗 你这直入广告也没问我呀 游玩过程中 可以获得奥特战甲 相当于护盾 可以抵挡一次致命伤害 烧的来了 持续时间 7秒 就7秒 有保护 但不多 不止这个道具 是所有 包括什么磁铁 什么双倍buff 那就跟放了屁一样 总共就几秒 给我的感觉就是 再给你延长个几秒钟 游戏马上赔本倒闭 我回到角色页面一看 好小子 只要你看广告 那无所不忍 披风飞行 看广告无限序悲 广告看得越多 奥特曼飞得越快 良心 奥特曼被小火车创了 没有关系 看广告即可复活 游戏角色倒是很良心 太罗免费 赛文需要解锁太罗基地 艾斯则需要解锁赛文基地 剩下两个 捷克 奥特之父 7年了 还在 尽情期待 非常的有悬念 确实不收你钱 但解锁这个基地 操作来了 两排 总共让你看 十个广告 解锁完太罗基地 下一个赛文基地 更多了 看十五个广告 你要想把这所有基地全部解锁 每个五六十个广告 那你肯定是打不住的 阳兽广告 那也是无孔不露啊 甚至主页飘浮的这个 福利红包 但凡你敢点 直接就是一个广告 不给你讲道理的 非常的恐怖 纯纯的就是阳兽收割机 这广告呢 我看了 人物我也解锁了 什么翅膀撩机 那都是需要解锁基地获得 但升级所需要导弹哪里来的 诶 伤成的作用就来了 各种导弹 人员 升级礼包 下制一元 上制二十五元 主打的策略就是 先坑完羊兽 再坑前 前面双手 而大满贯 如此漫长的折磨下 给我的感悟 一句话总结就是 奥特星球 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奥特兄弟流落街头 现在光看广告 帮助奥特班 重建家园 奥特超人将助你 以臂之力 你也想变成光吗 那就一起来看广告吧